感覺就説成與不成 最起碼呢 就是說得給對方個面子 得給對方個面子 畢竟在前面兩個人是有共同語言的 想到這兒 董大爺決定先拋開職業的問題 和女方探討一下這半路夫妻如果能走到一起 王后得怎麼相出 老了說誰給誰改 誰都是不容易改的 就說我怎麼想就怎麼做 你怎麼想就怎麼做 那就不叫伴兒了 是不是 在這家裡有點啥事 不能讓孩子知道 說咱那句話呢 你也不能當你孩子說 我不能當我孩子說 你說讓孩子知道 孩子心裡不舒服 他只能隔 想隔一年 官方不可開腰的情況 兩人僵持不下 但是呢 就是說還必須得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實在不行呢 那就找了幾個資金 或者朋友啊 或者是親屬啊 就是說讓他們來給裁判一下 我就感覺到他就像 他男主義挺強的事情 沒聽他說的話嘛 他說要有不開交的時候 那就得找人 六十多歲 本七十歲了還有啥不開交 我怎麼想不開 你還能救啊這兒的人 他就說不可開交 我感覺心裡不得勁 不是說我大眼一看你就過日了 或你不是過日了 但是就是通過言談局 能多少能報道一點動 那就沒有溝通的意義和必要 二位要不要留微信什麼呢 會留手機號打的 微信我就是會 那些人你留就不留了他 你也得聽你的意見 你也留就留不也留就不留 是不是 就他我不能當他面說 剛才不說留什麼微信電話什麼 那我不能給他留電話 就因為什麼呢 行就行不行呢 你這樣不能當我擁有 哎呀 真是有點可惜了 至於太啥氣呀 不成也正常 那玩老年人找對象 它是那麼容易的事 又說別的 你就說我按我這脾氣秉性活五六十年了 你過來咔咔讓我改我就改 那能改了嗎 我覺得還是愛得不夠深 愛得不夠狠 要是我對上脾氣了 別說改性格人 改性別我就敢了 你這怎麼脾氣 這一個我覺得哈 董大爺吧 是不是有點太求職了 你就不能寬容寬容嗎 阿姨為啥不能包容包容這大爺 那包容他就不是個人的事 他不得兩方面互相包容嗎 對不對 反正你不用著急 也別太樂觀 你告訴我接下來 就成不成你趕緊的 成不成我當然知道了 但是我不說的話 你不知道我 我就不想讓你知道我 但是我又沒法讓你不知道我 那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對呀 你也可以看一下環境啊 這女孩的那部排 給我整個空氣半夜了 沒事沒事 我都快不會收穫 最好就是要一個顧客 顧客了別浮啊 今天咱們就這樣看看能不能成功 相親對象王秀雲 1963年出生 身高1米54 來自長春市雙陽區 職業家政服務 月收入2000元 沒錢啊 沒錢啊 不用換你 坐吧 你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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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氣 坐吧 你坐著吧 你坐著吧 我們這坐著 感覺咱家那樣 這屋子裡 還行 表現挺好的 這可真是看出是一個影子 一張就床 看著沒有 啥乾淨 一進來乾淨 我有點緊張 我有點緊張 你別錄我 你別錄我又緊張 你別錄我又緊張 進來一進來 你坐那兒 坐那兒 坐那兒 我真的是 哎呀眼前一亮 我真沒想到 他挺利索的一個老頭 而且一點也不像是一個 七十來歲的人 這印象呢 個矮了一點 嗯 確實 不是一般的 不是一般的 但人 可以說沒有十全十美 阿姨感覺 今天阿姨穿著咋樣 可以說一般 挺樸素的 比我想像的強多了 我這就是好意思了大哥 真的 那行 等你再來一下 把你那個不好的穿給我看看 你幾個小孩 沒有 沒有子女 我單身一個人 這個我得跟你說一下 第一次婚姻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沒有生育能力 不到九年給我修了 完了又找的 就是去世的老頭 他有兩個孩子 但是我們過的還是 還算可以 兩個孩子 都是我給經過大的 小的才六歲 當初他有病的形象的時候 我就從我的各用地市面 就借了點錢 哎呀老頭走了之後 兒女畢竟不是自己的嘛 沒辦法 那我就只能自己承擔的 我就他死了 一個多月吧 我就開始出去打工了 這個錢我已經花了 王阿姨說起了他的兩段婚姻經歷 不僅讓在場的人都感到吸血 可是這個時候 唯獨董大爺表情凝重 一直在皺眉頭 就說不能生育也好 還是這個 因為是什麼方面也好 和他愛人離婚了一次 後來又解到要婚 正常生活當中離我婚的人 我認為這個人可能就有點不太靠譜 原來董大爺的真實想法 竟然是這樣的 這不靠譜的標籤就啪的一下子 拍在了王阿姨的身上 可是董大爺的這個結論正確呢 他又該如何判斷王阿姨是個真心過日子的人 前夫死了之後 就剩我自己一個人了 因為我以前是廚師 歲數大了 這行活也幹不了了 也只能就是上家政早點兒活 在家政上呢 我後期就學了一個護工 在護工上幹活 醫院 因為是多想掙點錢嘛 在醫院做護工 後來護工也比較辛苦 就是去家裡邊做保姆了 對咋說呢 還能掙點錢吧 還可以 只要是不缺吃 不缺穿 能有能有 手裡邊能有點餘錢就可以了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要求 真的 這個零錢表示多少 是零錢呢 我覺得我找的這個伴侶呢 應該是什麼類型的呢 咱不說過高的要求 什麼上的天安堂下的廚房 最起碼呢 能把飯菜做熟了 要真正來人去寫了 張了六個菜八個菜十個菜不費勁 來人去寫張了十個菜二十個菜 對於我來說還不算啥事 那肯定要不怎麼能當廚師呢 他這個職業吧很主要 一個做過廚師的工作 他肯定在吃喝做飯上沒有大的問題 做過家政當過保姆 這樣對照顧愛人 我相信他也會有愛心的 這也算是他的一大優勢 假設說人家以後在一起吃過飯 那肯定廚師做飯 那我聞也聞不到 廚師一踏入家門就不會做飯了嗎 廚師口頭特別雕 而且講究 什麼鹹了淡了遠了硬了 但是我跟你說啊 咱們這麼說 我今天就可以告訴你 除非我今天特別特別不愛動腾了 你可能是必須得你做飯了 因為你不做你吃不到嘴了 我不愛動腾了 或者我感冒了 我就是不禁不禁的情況下 從來不用難以做飯 看看吧這哪是不靠譜的 這是過日子相當靠譜的 這做飯的事兒落完了 相親的局面也豁然開朗了 董大姨和王阿姨的話匣子也打開了 你平時有什麼愛好嗎 我沒有什麼愛好 我就是會抽點抽煙 我就是會抽煙 我就不喜歡女人抽煙喝酒 抽煙喝酒 這真是怕啥來啥呀 王阿姨說出自己的愛好 董大姨一下子就愣住了 心裡也泛起了心思 這下面的畫可咋接呀 自己不喜歡女人抽煙這事兒 該不該直接說呢 你有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優點 我不太喜歡的優點 什麼 抽煙 抽煙 就像你不會抽 讓我逆了 我會抽 你平時都抽什麼牌子的煙 你還是別說了 太渴著了 在錄著呢 三塊五毛錢 咋樣大姨你抽多少錢 我抽十多塊錢 你抽的差點 我都能說 我都能說 我能說 那以後阿姨能不能抽這十多塊錢 那你要是說 一天一盒之內 這十塊十九二塊錢 咱也能支付得起 一天乾淨好幾百 一月三兩盒也沒了 就已經抽煙也行了這是 那正好沒事咱倆就對面抽吧 哎呀這真是 遇到了自己喜歡的人 啥標準都能降低 可是就在嘉美認為 今天的相親基本成功了的時候 王秀瑜阿姨又提出了一個 比較敏感的問題 這個問題 會影響今天相親的結果 假設說 咱倆真的走到一起了 一旦說對咱倆說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以後了 比方說是 我倒是 我要是先走到你前面去了 什麼都好說了 比方說你要是先走到我前面去了 你那姑娘上來了 他誇發一陣手 是把我清出去的咋辦呢 我就顧慮就是這個事 因為畢竟我沒有子女啊 我沒出去了 我說這話的原因就是啥呢 是我是誠情想和你走到一起 所以說我是把我的顧慮說出來了 你看看你 你得咋說呢 這事呢 你自己也好好考慮考慮 這個問題呢 提的挺突然 我可以呢 大致告訴你一下 就是說 咱倆 走到一起之後 我如果要是真先走了 有房產證 你可以拿了 但是話說回來了 這個房子 你不能更名 而且呢 你也不能買賣 只要你不死 不找人 不賣這個房子 那你就住到死了 說實話 這就是我的疑慮 等我倆談完之後 我感覺 哎呀 真的 實在咋說呢 都好像 都沒法表達那種心情 真的 火眼開朗那種 我想找的另一半 想找的終身託福 就是他這樣 要是處 就得誠心和珍惜 你要不負 你便 今天練了 完了呢 還不動跟感情 那這不是我的性能 也不是我的標準 嗯 跟你在一起呢 嗯 有那種安全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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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